我們有很多元化的特色戶 我們都不排除首張銷售安排 會包含部分的特色戶 在當中的 最快幾天會出的第一份戶 因為我們看樓 我們預計我們正式公開 給客人看樓 預計是29號開始 因為現在我們都開始 和代理還在做最初的培訓工作 希望他們熟悉樓盤 因為我們實在戶型太豐富了 也希望他們好好地介紹 我們樓盤的賣點給買家 由後日會正式開始給買家去參觀 預約形式提議 預約形式提議 所以我們看樓的安排之後 我們才再決定看何時會上收收安排 我們都會盡快 今次買家有什麼安排 有什麼安排 可以幫你們看樓盤嗎 我們有一條 我們特別是做了一個APP 方便些買家去登記 或者透過代理去登記 相信流程應該都很順暢 我們預計 另外我們會有專人的同事 去大媒台的客人 希望無求把我們項目的資訊 表達得最好給客人 我們知道資料都齊全 我把KR Code都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盡量想做到最好的 給每個買家 請問一下今天猜股署的數據 顯示 Dolox跌了9個月 中央市場又跌 今個月首次跌 請問你有什麼 看法 我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大家應該重視在明天 明天的財政預算案 相信政府都會作出一些很合適 今天市場的一些稅務的 可能切辣 或者是減辣 我們期望可以對症下藥 等整個樓市可以健康的發展 會的 不過我們要特別去安排 那個時間上 一向都不需要的 不用擔心 即是三月份有機會就出SA 會 一定是 三月份一定會正式上SA 以及會正式消售 市傳要100萬元才看到市場 不是市傳 你可以上一個APP 看看就有詳盡的資料 市場會主力推四房 以及有機會包括特色單位 是 我們相信會盡量涵蓋不同會營 包括約千一呎那些入場的四房 有些四房雙套 四房三套 即是我們二千呎那些大單位 特色戶亦都會想著是包含當中的 即是四房以下就應該沒有推現 是的 不會的 是的 有問題 有問題 有沒有信心 即是這個 特色單位和特色 會不會可以創造這個跑道 這個我們絕對有信心 因為特色單位其實 我們數量都不算很多 整體整個項目都是23個 就算在跑道區的特色戶 都是不多 大家都很熟悉 剛才你說手道出現五房門頭 是 五房五套有多少個單位 五房五套 我要再看看數字 五房我們都有幾房 總共 一期有四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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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有二十一房 一期有二十一房 十八房 不好意思 十八房 二期有五房 十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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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